I'm no good, ain't good, but I never said I was And I feel the sun is still good, cause I'm trying to talk to love 嗨,沛寶,我知道很多人都很喜欢敷面膜 也常有不少网友希望我能够分享一些高CP值的面膜 今天呢我们就来介绍一款新品 它是有国民保湿面膜之称 用过都说赞的专科面膜 这次呢全新改版上市的专科完美保湿特润面膜 据说它跟专柜的安平PG保湿力是完全不逊色的 CP值超高 那专科的话呢其实他们家一直以来都是以讲究保湿文明的 这一次全新改版的一个面膜保湿力又更加的强大了 像我自己本身是混合偏干肌 那T字不会容易出有双颊偏干 尤其如果常化妆的话 你就会发现可能到了下股 就是眼周这里会特别的干 就会那个卡本比较严重 然后还有法令纹下巴这里 然后有时候鼻头还会脱皮之类的 不管是在台湾或者是在美国都很困扰 在美国又更干了 所以呢一周敷一两次的面膜 就可以好好的去改善这些干燥的问题 保湿做好就可以让你的妆容更加的服贴持久 那我自己呢之前就很喜欢用专科家的产品来加强保湿 体验过之后呢就觉得他们家的面膜的确保湿力很好 CP值很高今天就有好好的实际敷面膜 然后把这些新款介绍给你们 我们就一起开箱吧 顺便呢也会跟你们分享一下正确敷面膜的方式 因为好像很多人都乱敷哦 所以呢今天会有几个重点 就是分享给你们啰 然后首先第一点呢就是敷面膜前一定要先洗一脸 把脸上的脏污跟多余的保养品洗干净之后 再敷面膜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果 另外呢我知道有些人会说 敷脸前你要先使用化妆水或者是精华液 利用面膜的包覆效果 然后帮助这些保养成分更加容易吸收 那我自己是觉得你要看你的肌肤承受力 如果你使用的是成分比较单纯的化妆水 去软化角质再敷脸的话 就有点像是我们平常保养 先用化妆水再用精华液 那面膜呢通常都是精华液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在敷面膜之前要用化妆水擦拭 这样子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但如果你搭配比较过于刺激的保养品 或是成分太复杂 你又长时间把它包覆着 反而会对肌肤不好会有负担 所以你要看个人的肤质状况 然后还有你使用的产品是什么 那我自己觉得最安全的做法呢 就是联洗干净就使用面膜 比较不会说因为搞不好是你自己的保养品 让你过敏了而错怪了面膜本身 好那我很喜欢专科面膜的成分很单纯 他们使用的是超浓缩特润配方 有双重玻尿酸蚕丝蛋白保湿成分 完美高浓度的比例可以让保湿效果变得更明显 另外我手上的这一款新款的保湿特润面膜 它还特别添加了水溶性胶原蛋白 让你的肌肤的一个水润蓬润感会更加的提升 明显的有感 那另外的话呢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无酒精无香料无色素 使用上呢也相对安心很多 好接着这个重点呢就是你要挑选贴合度比较好的面膜 让面膜可以完整服贴在你的脸上 这样才不会白敷了 那一般呢面膜比较不容易贴合的地方 大概就是鼻翼两侧然后眼周这边 我自己的小技巧是你可以从鼻子开始敷 面膜就会比较容易贴合 等一下我要好好的跟你们示范一下 那我先回到专科面膜上面好了 因为他们除了重视保湿成分之外 专科对于面膜布也非常的讲究 它这三种纤维面膜布可以去吸附大量的精华液 完美的服贴在各种脸型上都不跑味 让精华液的一个渗透力更大 而且只需要短短的时间就能够更有效的保养了 那它的面膜布包覆力跟抓水力都表现得非常好 因为呢市面上有很多面膜 其实除了你敷到脸上之外呢 你还可以从带脂里挤出超多精华液的 每个人都会觉得哇很神奇 但是我自己每次看到那种精华液超多的 我就会怀疑说 那我自己脸上敷的精华液还剩多少呢 或是觉得说 会不会这精华液其实蛮廉价的 你就会比较担心一点 但专科它的面膜精华液是偏浓的哦 就是一个完美比例的感觉 不会给你过多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它的精华液比较浓 所以你不会敷面膜的时候 一直滴答滴答滴答滴的到处都是 所以你敷面膜的同时你还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 而且面膜是不会跑位的 这个真的非常的明显 然后呢它的吸收效果也很好 那我自己在敷面膜的一个技巧呢 就是从鼻子开始敷嘛 因为你从鼻子对好眼周鼻子的位置之后 在延展到边边 你会发现它的贴合度可以更好 那这个专科面膜它其实旁边都还有那个裁切的设计 所以你可以去依照自己的脸型稍微的重叠一下 就可以包覆的更好了 所以一般敷面膜呢就是要像我这样子 敷的很完整这样才是比较有效的 那专科润泽包覆技术呢 可以把保湿分子很有效的渗透到肌肤的基底层 如果说我自己前一天啊 敷了专科面膜 其实我隔天早上赶着出门啊 或者是比较没有时间好好的保养 但我觉得它的一个保湿度的续航力 是真的可以延续到隔天 保湿效果都还蛮好的 相对其他许多开架式的面膜 有一些你会觉得说刚敷上去 蛮有保湿感的耶 敷完的感觉也挺好的 但是没有办法持续太久 几个小时之后呢 你又很明显的感受到 就是比较干燥跟脸变得暗沉了 好那接着呢第三个要注意的是 面膜不要敷太久 敷面膜的黄金时间也是很重要 因为有一些面膜敷太久就会被风干 然后反而容易造成水分的流失 一般敷面膜的时间呢 大概就是十分钟左右就足够了 除非有一些是特别需要敷一个小时啊 或者是晚安面膜可以敷整夜的 总之呢就是你要按照它的使用说明 这个非常的重要 所以敷面膜之前你要看一下后面的说明哦 那时间到了呢 就可以把面膜拿下来 千万不要敷到整个面膜都干掉哦 那接着第四个重点呢 就是敷完面膜之后 你可以先按摩 让它好好的吸收一下 也可以趁机好好欣赏一下自己的脸皮肤 刚保养完的那个光泽度跟亮度 那我自己是觉得每一次在按摩的时候都会觉得 哇它摸起来好舒服哦 专科面膜它敷完之后 你会很明显的感受到你皮肤变得比较透亮了 而且呢是有冰凉降温的感觉 这确实就是你的肌肤已经保湿度非常的好了 那接着第五个重点呢 就是清洗后再保养 因为你在敷脸的过程中 其实已经完成了敷面膜包覆的一个保养的动作了 所以除非呢是面膜本身有特别写事免洗面膜 不然的话呢我自己是建议你敷完脸之后 一定都要清洗掉多余的精华 重新保养 然后保湿锁水 吸收的效果会更好 那有一些肌肤偏油的朋友 可能就是会在面膜取下来之后 用化妆棉啊 加上化妆水 擦拭把那个精华抹掉 这样子也是可以的 或者是你要用清水稍微的拍盖洗掉都可以 这部分的话呢 我自己是倾向于就去洗个脸吧 然后再重新的保养会比较安心一点 那接着呢第六点就是你要注意使用的频率 不需要每天都敷面膜 基本上一周两三次就差不多了啦 补水保湿款比较没有关系 但如果你选择使用的是美白面膜的话呢 建议一星期不要超过两次 市面上的保湿产品非常的多 如果说你的保养品平时都已经是用专柜的了 你要再继续常敷面膜的话 你会觉得蛮心疼的 所以如果是小资女或者是学生族群 预算有限的话呢 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开价式的保养品 也有不少好东西 就像今天示范介绍的这一款专科面膜 它们的价格呢是339元左右 一盒七片 相当于说一片是50块以内耶 你就可以轻松得到很好的保湿效果了 而且它的保湿效果是可以持续到隔天的 真的很有感 那如果你一个礼拜敷两天的话呢 我觉得相较于你要去使用一些专柜的安品 专科面膜CP值真的高很多 那如果你有其他肌肤保养需求的配保呢 其实专科它们全系列的面膜 除了保湿款之外 还有美白系列以及痰润系列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肤质跟需求去做挑选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CP值很高 你可以持续回购的一款面膜好 那分享推荐给你们啰 有兴趣想要了解更多 或者是你想要知道哪里可以购买的话呢 你欢迎就是点开影片资讯栏的地方 我会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啰 by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